就几个 来 机会 哇 来了 来了 只有吴谦记三分 浙江队的进攻才有灵魂 40分了啊 吴谦和乖伦两个人的赛季数据对比 最好的几个后卫当中两个 哎 真好 跳球 比赛开始 这里是我们已经转播的2019到20赛季 CBA就赛巴金斯的最后一场 辽宁对镇江丑龙银行 还能投进三分 这个何天举手篮下手得不错啊 刘志轩的犯规 这个投拿这个拿 这就没投到了啊 我觉得梅奥 这两个人在强色去打其实不好 2加1 2加1 还了一个 这个梅奥啊 我为什么咱们赛前在分析他的时候 嗯 就是说他在辽宁队的这种 这一个点 而朱继航这一点呢 其实他通过也很不错 有机率人真太强了 是 平常队反超了 吴谦 单挡之后出手 又运中 就是一直在跟张大宇 或者说朱继航去打挡开 大喊老 来挡开了啊 也成了赵九伟来方吴谦 出来了 卡住了半拉 再投还进 还是吴谦 开始可能投那两个再找找手感 后面这两个 这应该是这样的 是 还是要单挡的 吴谦 没有找的缝隙 好球 好球 这就是刘多依 他能够成为那个 其实实际上大家选择起来会更困难 我们来看看第二阶 刚一上来就三分并重 还是来自于吴谦 其实不能光指着吴谦一个人啊 对于丑续航来讲 王好东能扑上来 这是对吴谦的限制 又还是给他进了刘泽伊 罚丢子第一个 前面罚进了四个 哇 这个球漂亮 掩护的结实 干净 吴谦现在 就是只要开始对他的三个防守人 漂亮的大把二分 这基本功太扎实了 而且他真敢扎 不敢往前去 往前有更多的一步侵犯 也漂亮 同样的转身 一样一样的 哎呦俩人今天就是一大 等一下 这就不敢攻块了啊 刘云宇跟着呢 但是外线有 王一博是吧 中场休息完了 再重新按照部署来打 吴谦完胜了 太横了吴谦 25分了 吴谦 呃对不起这个 吴谦再摆脱 吴莱恩 我只是说应该上高射言吧 嗯 因为 这个从速度上 你这个 高射言最快 哎 刘志轩毕竟年龄啊 速度啊 吴谦 这样打超级后卫啊 挡得不错 第一机会 何天女出出来了 但是有第二机会啊 29分 或是这个吴谦交球 呃 大韩下 打一个 梁云队打一个超小的阵容 绕 进了 哎呦 这就是什么 你你让啊 他就进 对 不是 吴谦 还是吴谦 哎 反跑 走 哎呦 太厉害了 三十五 真不得了了 哎呦 吴谦 就断走了 直接断走了 大韩这第四节有俩失误啊 好球 漂亮机地 吴谦 这叫展红了 不等了 他受不了 他怕这个 浙江的起势 慢一拍 就不行 浙江真是厉害啊 吴谦很冷静 他其实难得遇到一个反击的机会 自己去 可以投篮的 他选择了助攻 少着刘哥一 把圈 就击过 来 机会 吴谦再进 来了 啊 只有 吴谦进三分 浙江队的进攻才有灵魂 四十分了啊 他就怕球就来不了 没要防了 这个轮到第五个人防 这就吃野户吃的比较死了 你看这就是强度 对 现在就差太多了 就是一换没要 他吃野户啊 哈哈 这些够了 不在平 要三分啊 要三分啊 拿到四分 先两分 吴谦先上一个 因为高时延也不敢动 吴谦抢两分 四十八分了 二十三秒的时间 在对方的半场还是要努力 中完就有几秒了啊 你看那高时延 我相信啊 就是以前我无论怎么说高时延防守好 你们都会觉得我忙过了 但是今天你们终于相见了 他改变了整个比赛 对 虽然让这个就是吴谦最后还是拿了 到你面前是陈林坚或者吴谦的时候 你该有这么一个 吴谦发球 可以留着一阶手提手 一阶就拿着就来 陈泉棚也是一个点啊 陈泉棚也是一个点啊 陈泉棚也是一个点 让吴谦扔 恭喜辽军队 哇 一百二十七比一百二十三 在一场极其艰苦 又精彩的比赛当中 战胜了对手 怪伦和赵俊伟深情的拥抱 也说明了这个体系 在他们两个人心中 其实也都被认可了 辽军队就是用这样的体系 在这个赛季 最终进入到了半决赛 你看英雄英雄啊 惺惺相惜啊 没错 哇今天这场就过瘾了 哎 一场当时场看 我跟你说 有点的意思啊 感谢浙江丑州银行啊 真的是这波 还是在这个 刘依依指导 蒋指导 带领你一下 真的是让人 非常的喜欢 对 浙江丑州银行 这个赛季的表现 非常的出色 他们在去年 是拿到了第十一名 在今年复赛之前的 前三十轮拿到第十一名